各位菩萨 阿弥陀佛 又到了我们的 这个要师法门的共修的时候 那今天继续由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佛法 那创办人圣言师父曾经说过 其实我们法谷山这个道场 是在做一个全面教育的工作佛教团体 我们不是仅仅只是在办仪式 是藉由这个仪式 我们想要达到进化人心 进化社会 庄严人性 提振人心的这个功能 所以因为法会其实参加的人是越多的 如果我们能够达到这个功能 藉由仪轨来达到这个功能 其实这个不就是进化人心 进化社会最快的一个方式了吗 那我们说要进化人心 进化这个社会 不是我们想这样就这样 其实它是必须要被教育的 所以在《教官纲》中里面 它一开头就说 佛主知要 教官而已宜 官非教不正 教非官不传 有教无官则往 有官无教则待 这句话在讲什么 如果我们简单的讲 也就是说修学佛法只有两个字 一个叫教 一个叫做官 这个教就是佛陀的言教 那藉由佛陀的言教里面 有一个所谓的修行的方法 其实历代的 十方诸佛跟历代的主是交给我们的 就是只有这两件事 那事实上 教跟官就够了 可是为什么还要多一个用 因为修学佛法的次第 它是从信仰一直到理解 它的目的是为了要实践 因为传办人圣言师父 他曾经说过佛法殊胜 用者不多 知者太少 可是怎么用 你没有教跟官的基础 你是不可能知道怎么用的 所以在一场法会 最主要的重点 不是只有敲敲打打的创送 而是藉由这场仪轨里面 其实有人说法 有人分享佛法的开示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教育的功能 那我们这一次的要实法门 最主要是词要实咒 我看到我们的仪轨设定的很好 有所谓的法师的一个怎么样 法师的一个说法 那事实上这个法师的说法 其实就是教 那你们在唱诵 其实那个就是官 教官回到日常生活之中怎么用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来把它诠释清楚的 那我们说要实咒 其实它是一种 今天我们要来讲方法 我们怎么样持这个要实咒 持到让我们的身心是能够进化的 我们说咒语它是一种阴森法门 所以持咒它是一种阴森的感应法门 其实你不需要知道它的意思 你只要怎么样持咒 就是你不需要知道它的意思 你也不可能借由翻译去了解它真正的意思 那也就是说持咒 这个咒语本身就包含了佛菩萨的功德 跟佛菩萨的加持力 我们跪在只要方法用的对 只要方法用的对 我们很自然而然 其实借由这个咒语能够进化我们自己 进化这个社会 那我今天想要来跟大家讲的方法 怎么持咒 是用东土小智家智者大师所讲的 一心精进 那怎么持咒 智者大师说 持咒分为两种 一种是似一心的持咒 一种是理一心的持咒 所谓你能够似一心的持咒 两个都具足了 这个才叫做精进 那是一心的持咒 其实我们说修订最好的方式 其实是持咒 因为咒语不长不短 那就是你持进去之后 持不出来 就表示你是散乱的心 所以咒语其实修订是非常很快的 那是一心的精进 最多最多只能够到怎么样 修订 理一心的精进 才有办法进入到所谓的明心 就是我们禅宗讲的明心见性 临慈大师在讲 一心他是怎么讲 所谓的四一心精进 其实就是怎么样 我们持咒持到 我们的一心是不乱的 然后我们的心很安定 非常的安定 没有任何的妄念 也没有任何的什么 也没有一些 一些杂念就对了 念念都是在持咒上 这个叫做一心不乱 这是浅的 比较浅的三昧 那第二个 理一心的三昧 就是你念到 持咒到持咒 持咒到没有咒语可持 可是你念念念念 还是在持咒 这时候其实已经进入到所谓的 正到所谓的空性 就是所谓的佛性 那如果是这样 其实持到这样的就是进入 真正进入到所谓的三昧里 三昧境里面 那这个其实持到这个状况的时候 虽然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但是还是有众生 有众生可度 还有那份慈悲心 愿心的 还有跟佛相应的那个愿力 跟慈悲心相应 其实这个时候叫做离心 这个才有办法 净化我们的人心 净化我们这个世界 那我们来看一下 适中修一心 这个方法怎么用 所谓的适中修一心 就是把你的心细在 比方说持咒 就是细在咒语上 或是我们整个衣柜要拜 你就把心放在这个衣柜 要拜上面 要站起来 要绕坛 还是坐着持108遍的咒语 把我们的心摆在这个 这个声音上面 或是动作上面 这个叫做适中修一心 就像你们现在在听我讲话 很多人一定把是注意力 摆在我的话上面 这个叫做适中修一心 最多只能够修定 那什么叫做理中修一心 就是我举一个例子 就像你现在在知道我讲话 你把注意力摆在我这个讲话上面 你还要再多一份绝照 就是知道 你知道你在听我讲话 其实它的重点是那一个绝 就是你觉知道我在讲话 这个就是适中一心跟理中修一心 适中修一心 大家会比较清楚 就是我的心就是专注在所缘境上就好了 理中修一心 其实从因地上来讲 就是多了那份绝照 就是我知道 我知道我现在在持咒 我绝照到我现在在持咒 那我绝照到我现在在持咒 这个绝不是我知道我现在在持咒 然后我也在打妄想 这就不对了 这个绝的意思叫做自绝 绝他 我举一个例子 你在家里精进工修 好跟着我们一起往上精进工修 突然网路不稳定 你这时候如果没有多一份绝照 你心里一定就会念 哎呀我这么用功 你现在突然网路给我断 就起了一个烦恼 你看你这时候没有自觉 你在持咒 可是你在起烦恼 你在起烦恼 甚至你在很精进用功的时候 我在持咒 持得很好 突然旁边有一个声音把你打断了 如果你只是把你的心放在这世中修行 你一定会起烦恼 所以多了那个绝 是要自觉 绝他 所谓的自觉 其实就是我不起烦恼 绝他 就是我不让众生起烦恼 我藉由持咒 来不让自己起烦恼 不让他人起烦恼 就是这个绝照 绝照背后要呈现的是这个功能 那如果我们只是一直持咒 持咒持咒 突然持一持 网络断掉 突然持一持 电话来了 突然持一持 家里突然有什么声音了 如果你没有多一个清楚 就是这个绝照 就是你知道这些状况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清清楚楚 就诚如创办人圣言师父讲 你用方法的时候不执着方法 你遇到境界的时候不执着那个境界 不为那个境界所动 但是你对境界清清楚楚 清清楚楚的原因是因为 我不被这个境界所跑 我现在在持这个钥匙咒 网络断了 我知道 可是我的心不被他带着走 我去去持我的咒 网络又好了 我才持这个钥匙咒的时候 突然有人冲进来 在跟我讲什么话 我知道我可以回答他 我不让我自己起烦恼 也不让众生起烦恼 事情处理完之后 我继续怎么样来持咒 这个才是真正的用方法 也就是说遇到境界 不为境界所动 但是对境界是清清楚楚的 有形有相 不起第二念 当下是明察秋毫 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三昧 如果我们要来讲 这个就是 创办人圣言师父所讲的 末照 末照的一个修法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这么做 才是真正的在用方法 而不是把我们的所有的助力 全部都摆在这个持咒上面 你要多一个清楚 那这个清楚最主要的目的 是要绝照 我清楚整个状况 可是我的心 不会被带着跑 不会因为外在的状况 然后我起烦恼 也让众生起烦恼 如此这样子 才是真正的在用功 所以其实在我们的禅堂里面 也就是说法谷山师长教大家 其实用方法要放松 对这是第一件事 专注就是那个示意心 后面的那个清楚 其实就是那个离心 但是那个离心 清楚我还想再讲一下 那个清楚不是清楚知道我在打妄念 不是清楚知道我在生气 是藉由绝照 让自己怎么样 外在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不为所动 不是我自己不为所动 我也希望众生 能够护念的众生不为所动 能够这样子的用功 你才有办法去进化你自己 藉由进化你自己 你在进化你自己的当下 其实就在进化这个社会了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如果都能够 就是有这样子一股小小的力量 这样每一个人 藉由我们网路共修的人 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小小的力量 把这个小小的力量 大家汇集起来成为一个大大的力量 这个世界才会因为有我们这样子大大力量的资助者 才更能够勇于面对未来的一个挑战 那我想今天其实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怎么持这个钥匙咒 就请大家试试看咯 阿弥陀佛